香港民主共和国胜战本军疑似在不久一星期中 在动荡的北京五省杀害了超过80人 以色列军队午夜袭击拉法兰民营杀死了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人 以军委已经开始针对武装分子进行特杂 法国在星期一充满竞选气氛 马克龙总统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被马林勒旁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挫败后 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疑似武装分子 星期日向一辆载有印度教朝圣者的巴士开枪 车辆跌入茶莫省的深河谷后至少9人死亡 马来西亚在取消几十年的燃油补贴后 柴油价格星期一上升超过50% 一个是总理安华紧速政府开支的部分计划 小文化 中文化 平派 日本共同体制造作为 日本共同体制造作为 大学 商计划 中国共同体制造作放